哈啰 这里是连怀伟的连载中 今天我要做的是酱蟹 因为现在酱蟹其实很好吃 配白饭是最好吃的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不要太多吃 但是偶尔尝试一下是可以的 行 我们现在开始 主要用到的材料是大枣 雪碧 胡椒 海带 洋葱 香叶 苹果 小银鱼 每一只要泡水 这是蒙古 姜 蒜 辣椒 绿辣椒 这个是烧酒 上来了 哎哟 好恐怖啊 这些都是什么 诶 它动了 太难了 这装死能进水也太好了吧 我说实话 真的是第一次处理螃蟹 螃蟹洗澡 螃蟹牙好了 螃蟹不能这么摆 你如果是这么摆的话 那就完了 你要这么摆 为什么 因为它盖子里面才会盛那个汁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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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锅要炸了 我的妈呀 一比一完美复刻 三十分钟之后 放入小银鱼和海带 炖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之后 然后再炖那个 再放胡椒几颗就行了 下一步加入小银鱼和海带 然后再炖二十分钟 一标 三 再一次主盖就行 再下个五秒 4 3 2 1 好 關掉之後 加四勺梅漬 加四勺雪碧 燒酒 兩勺 把這些 渣 過濾出來 過濾 現在把殘渣過濾出來了 然後我們放這邊讓它冷 這個東西已經冷了 要把它放進去 這樣大概三天左右 我們就可以吃了 不動了 好了 結束 希望三天後的醬蟹 能夠讓我們大吃一驚 現在已經是三天之後了 這個醬蟹也拿過來了 然後 味道不是特別的 那個合理 好像也還好 好像是真的醬蟹 好像我看人家說這樣擠 就可以擠出來是不是 真的 快 你吃 你快吃 好吃嗎 OK 真的嗎 不能接受這個 太生了 我很難受我覺得我發燒了 這個飯米飯應該還好 好像是要把蟹肉全部拌勻 然後跟米飯吃 我來我來我來 這樣真的是很好吃 給這次你自己打多少分 我其實有到六十吧 它缺少點辣味 本來在醬的時候 就是有辣的話 那就會好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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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